西蘭花薯餅 你好 歡迎來到怡主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西蘭花薯餅 材料我預備了2個薯仔 1隻雞蛋 1個西蘭花 和我們會用少許麵粉 我們現在先切西蘭花 西蘭花切好之後 我現在用鹽水浸一浸 待會煮熟 薯仔去皮 然後煮熟 薯仔切好之後 等水滾 放下去煮熟 水滾之後 放薯仔 大約要用大火煮熟 10至15分鐘 然後關火煮熟 等薯仔煮熟 另外煮熟 水滾之後 我現在會放西蘭花 下去煮熟 薯仔和菜已經煮熟 我會放在碗裡 要攤冷 然後才煮熟 然後才煮熟 現在薯蓉已經攤冷了 攤冷了之後 可以用叉子 壓爛薯仔 西蘭花切碎就可以了 然後慢慢放西蘭花 然後再攤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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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入雞蛋 然後再攤勻 另外我會預約大約半茶匙的鹽 然後再攤勻 另外我預備了大約兩湯匙的麵粉 首先加了一湯匙 然後攤勻 看看是否夠稠 然後再攤勻 另外一湯匙 然後再攤勻 洗乾淨的手 我們會把薯餅 做成一個大約圓形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會煎薯餅 下油之後 我們會放薯餅 然後慢慢用羹 慢慢壓一壓 這樣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我們放好之後 用中小火慢慢煎香 煎脆 然後反轉再煎另一面 現在反轉另一面 再煎脆 煎到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西蘭花薯餅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DELICIOUS 好吃 如果你喜歡 給個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Thank you